传统观念会认为 夫妻之中活着的那一方 去送别的王者 就代表他未来会再嫁或再去 而另一个说法是 如果夫妻相送 那么在世的那一位 很快就会被跟着带走 年轻的夫妻 这样子的状况或许会少一点 但是之前就有听过一些 年长的夫妻真的有因为老伴过世 结果过于悲伤 在相送的过程当中哭到晕倒 甚至是因为伤心过度而过世的例子 一提到殡仪馆 家中的长辈总是会提起 很多关于殡仪馆的经济 但是到了现代 这些禁忌真的合理吗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殡仪馆常见的五大禁忌 这些禁忌是不是真的一定要遵守呢 而在这些禁忌的背后 又常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们常常会听到 亲人过世八小时内 不要去碰触遗体 这个禁忌主要是来自于佛教 认为人在刚过世的时候 可能还保留一些知觉 如果这个时候碰触遗体的话 王者可能会无法提起正念 而这样他就不能前往西方极人世界 但是目前在实物上 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殡仪馆的移动当中 在八个小时内完全不碰触遗体 这个部分坦白说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现在的生活形态 大多数的人都会在医院顾室 医护人员必须协助家人帮忙拔出管线 进行更换衣服的动作 同时为了不造成院方的困扰 实物上也会将亲人的遗体 从病房移动到住宅室 暂时安置下来 所以如果你很介意亲人的遗体被碰触的话 这个部分你可能就要有些心理准备 不过反过来说 如果家中在这一方面没有特别的顾忌的话 其实为握王者的手 或者是帮忙调整衣服啊 头发 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像我曾经就服务过一位过世的老爷爷 在他离开的当下 爷爷的妻子就在一旁 一边帮他整理衣服 一边温柔的跟爷爷说话 那位奶奶时不时还会轻轻地摸着爷爷的手 最后亲吻爷爷的额头 跟他温柔地说声再见 那个画面真的让人为之动容 在旁边的我们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所以说如果家人之间 你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与亲人做最后的道别 我相信并没有所谓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就安心地去做吧 老一辈常常会讲 如果女生的月经来就不要去殡仪馆 或者是去参加告别诗 因为在传统父权社会的影响下 很多长辈会认为月经是肮脏的 所以不准月经来的女生到丧礼现场 怕这样子会对王者不尊敬 但是月经来了真的不能参加告别诗吗 我觉得这个想法 其实是有点不太符合现在社会的价值观 在健康教育以及两性平权的观念逐渐普及之下 我们都了解月经本身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生理现象 它就跟流汗流眼泪一样稀松平常 所以就算女生月经来 还是可以去参加丧礼送王者最后一程的 毕竟在亲人生前 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生理期来 就不去拜访对方 那在亲人死后 又为什么要因为同样的状况而感到忌讳呢 如果家中长辈过世时 小孩还很小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跟孩子的爸妈说 不要带小孩子去殡仪馆 因为小孩子的体质比较敏感 很容易被刷掉 或者是感应到异世界的朋友 我认为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那就是小孩子真的比较敏感 尤其是因为殡仪馆常常在烧香 而小朋友的支气馆可能还没有发育完全 浑浊的空气相对比较刺激 回家后就容易生病 然后小孩子一生病 很多人又会说 那就是因为去了殡仪馆才会这样子 所以如果孩子还小 或者是大人当天非常的忙碌 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小孩 确实不带孩子去对于大人来说是比较轻松的 但是你说带孩子去殡仪馆真的一定都会出问题吗 那倒是还好 像是你们眼前这位 从小就在殡仪馆走跳 我一直以来都很OK哦 我相信大家最常听到的殡仪馆禁忌 一定是离开殡仪馆之后不要直接回家 最好先到人多或者是热闹的地方绕一绕 因为担心如果直接回家的话 会被好兄弟跟 或者是把殡仪馆当中的晦气带回家中 实际上不要让大家直接回家最大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就是为了让家属能够散散心 在外面走一走当作是一种缓冲 不要将悲伤的情绪带回家中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吃完中药都会有一种苦苦的味道 残留在你的蛇根 而在这个时候 通常人们为了要消除这个苦味 就会吃一点糖果或者是喝一点水 而请家属先在外面晃一晃的举动 其实也就跟吃糖果一样 是为了用来冲淡那一份苦涩的情绪 所以离开殡仪馆的时候 如果已经很累 或者是你的情绪上觉得还OK的话 直接回家其实也是可以的哦 我们的相障文化当中 一直都流传着夫妻不相送的禁忌 像是知名的艺人留着女士 过世的时候 他的老公辛荣 疑似就因为这样的禁忌 而没有送他到活化场 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禁忌呢 传统观念会认为 夫妻之中活着的那一方 去送别的王者 就代表他未来会再嫁或再去 而另一个说法是 如果夫妻相送 那么在世的那一位 很快就会被跟着带走 虽然听起来很玄 但其实会出现这样的说法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年轻的夫妻 这样子状况或许会少一点 但是之前就有听过一些 年长的夫妻真的有因为老伴过世 结果过于悲伤 在相送的过程当中 哭到晕倒 甚至是因为伤心过度而过失的例子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的状况 才会逐渐衍生出夫妻不相送这样子的说法 也有所谓的民俗专家提出他的见解 据说在台湾的南部 少部分的地方礼书 是一定要送王者到最后 才是展现感情浓厚的象征 而这跟我们常听到的 夫妻不相送的说法刚好相反 所以真的不能夫妻相送吗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绝对要遵守的礼书 如果你的身心灵状况允许 也希望送另外一半最后一程 不留下遗憾的话 我觉得夫妻之间相送也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这些传统的礼书 都是在相对应的时空背景下所产生的 或许当时有必须这样做的意义或者是原因 而时候久了 就逐渐将这些做法变成了规矩 甚至成为了禁忌 但是随着时代改变 这些禁忌不一定符合现代人的生活形态 如果在不了解这些禁忌背后的意义情况下 只会盲目遵从 反而更容易造成很多的遗憾 我认为禁忌都是人订出来的 而最重要的 还是保有一颗想要好好送别的情人的心